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玩线上游戏 最爱玩的当然就是魔兽世界 能在爱泽拉斯的世界里 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 与伙伴一起冒险 战斗 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大约在乌妖王的时代 身边的朋友都在玩魔兽世界 在好奇心的虚实下 我也决定加入这个游戏 一开始觉得操作见面好难 而且我个人方向感又差 常常找不到该去的方向 闹了不少笑话 曾经一度想放弃 因为真的太难了 不过朋友跟我讲了一句话 女孩子不适合玩游戏啦 反应这么慢 因为这句话 坚定了我玩下去的动力 后来跟男朋友一起创了这个工会 在一次突发状况下 我创委成为了会长 成为会长之后才发现 原来会长的责任那么重啊 不像之前 只要上线跟会员打比赛就好 原来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 像是要准备各种资源 要收睹各种BOSS攻略 要招收各种人才 不好意思 请问你的HPS有多少 我没算过耶 不过只要我在队伍里 就从没死过人 后来工会的人数越来越多 我们也开始进行副本攻略 当然也成功攻破了几个副本 那时真的是工会最辉煌的时期 随着游戏故事的进行 在一次剧情的带领下 我遇见了游戏中 令我震撼的NPC绿龙伊瑟拉 我对她的造型真的深深着迷 也因此燃起了想要扣死她的念头 于是就 我就化身成绿龙了 后来也用这样的造型 参加过一些活动 比方说同仁展 比赛等等 可能是因为用这样的造型 曝光过吧 不知怎么搞的 有一阵子只要上线 就会被受敌对阵营的关爱 部落只要看到我 就一直杀 不管跑去哪里 都会有人来杀我 那时就在想 难道这是部落表达爱意的方式吗 现在工会也努力在进行 围攻奥格马这个副本的攻略 毕竟在屠城的时候杀不到 当然要在副本里打倒中恶后啊 只要魔兽世界存在 我就会化身成伊瑟拉 守护斐尘梦境 我的职业是销售人员 服务顾客 是我最大的兴趣 看到客人脸上满意的笑容 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我的休闲娱乐 就是玩线上游戏 平常最爱玩的就是魔兽世界了 能在爱德拉斯里 扮演自己喜爱的角色 与伙伴们一起战斗冒险 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大约两三年前吧 那时候男朋友 每天都在玩魔兽世界 都没有时间可以陪我 这中间沟通过了不少次 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后来我心意恒 也跟着一起玩咯 把男人从游戏里 抢回来最好的办法 就是陪他一起玩 后来我比男朋友还爱玩 所以就换他抢回我咯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有个在古老神话的朋友 邀请我进入他们的工会 他说那里很温馨 人很和善 工会气氛又好 我想了想 游戏还是要人多比较好玩 所以我就进入了 古老神话这个家庭里了 加入了之后啊 古老神话日益的壮大 会长希望多栽培几个 有能力的人成为干部 多帮忙照顾会里的人 只要有人有困难 我都会很热心的帮助他们 就在几次协助工会内的事务后 我被提升成了副会长 负责带工会团的工作 带团最难的地方 就是你要知道 每一个BOSS的攻略 还要配合团队的组合 适时的调整打法 随着时间的过去 连男朋友都被我拉进了工会咯 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相处在一起 想想当初真的很奇妙 原本只是基督他 玩游戏的时间 比陪我还要多 没想到几年过后 我玩得比他还要好 花在游戏上的时间 也比他还要多 现在都怪他问我 怎么都不陪他了呢 我是古老神话副会长伍乐 我在魔兽世界里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那你呢 我还要多 artwork 我还要多 Checkmate 我还要多恨 放洋 那你呢 都怪我 都怪你 都怪我 我还要多恨